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跨年倒数计时了 但参加跨年活动的同时 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最近国内新冠确诊数持续的攀升 死亡人数也屡创新高 机关署估计 跨年之后新冠疫情将会在 明年1月下旬达到高峰 单日确诊数可能会上汉2万例 国内有专家提醒 其实到农历春节 都还是新冠病毒发威的时机 冬季还没有结束之前 都要备战防疫 路面上纸箱巧拼地点 野餐店铺了满满一整排 就是为了抢到绝佳观赏视野 各地跨年演唱会进入倒数 许多民众提前到场外抢卡位 但风跨年之余 也别忘疫情恐怕再起 台湾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在本土的病例来讲 它只有占3% 那到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它已经增加到9% 并没有说变得比较严重 那导致说它对这种肠胃道的这种症状来讲 也是相当明显的 也就是说它会有恶心的呕吐 或者下力的现象 新冠变异株JN.1已在世界多国蔓延开来 疾管署预估明年1月中旬 JN.1会成为国内的主流新冠病毒株 尤其跨年人潮群聚效应 到了1月下旬 新冠疫情将达到高峰 但日确诊人数会冲到1.8到2万人 专家则指出 其实到农历新年后 都是新冠病毒大发位的时机 民众可在疫情高峰前 接种疫苗加强防护列 Aernovavax的XVB疫苗 共46.28万剂 已在30号抵台 最快1月9号就能开打 让新冠疫苗厂牌又多了一种选择 谢谢陈静婷黄明胜台北报道